還記得昨天的音樂大挑戰嗎? 跟大家分享了來自我的首張創作EP 第二首歌曲快樂 Tommy 的尾奏前半段 那這個尾奏前半段其實我用了一個非常正常的彈奏 四四拍的 bone chick 下去做彈奏 就會長這個樣 所以你會發現它其實是一個很正常的四四拍的一個彈奏 那在接下來的變化彈奏上 其實我只是用我之前就有介紹過的群組的概念下去做彈奏 那這個群組的概念我是這個樣子設計的 我以三個四分音符為一個單位下去做彈奏 然後這一組就會長這個樣子 一二三 OK 然後你就會發現它其實不滿一拍 所以我就會讓它一直下去湊 然後湊到一個循環 然後這個循環看我要設計多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是這個樣子湊的 第一組就會在第一個小節的前三拍 所以就會長這個樣子 一二三 接著第二組就會從第四拍 然後接到下一個小節的第一二拍 所以就會是 四 一 二 一 接著第三組就會在第二個小節的第三拍開始 三 四 一 然後接著第四組就會在第三個小節的第二三四拍 所以就會是 二 三 四 所以你就會發現 欸這樣子彈了四組以後 它就呈現三個小節的循環 只是我們在音樂上面的操作 我們是四個小節一個循環 所以事實上我還少了一組一個小節的東西 接下來最後這四拍我就這個樣子 做了一個兩拍兩拍的組合 就會長這樣子 一 二 三 四 所以整段彈下來就會長這個樣子 一 二 三 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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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樣子你學會了嗎 你還有聽過什麼樣的歌曲 也是利用了群組的概念這樣下去做重組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最後也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下個禮拜見